先和大家跟進一些籃籌股的收市表現 回控方面要跌超過1% 跌6.5% 收費63.1% 中移動跟隨政 升了不夠1% 收費82.15% 中國銀行升1% 公行沒有升跌 去過4.64% 兼行升2% 港交所升1.5% 收費111.1% 西融基地產升5% 長江失業升1.5% 中銀香港跌5% 國壽方面18.26% 中海油跌6% 中石化跌6% 中國銀行升6% 而中國海外升2.6% 升埋2% 騰訊方面 今天有個明顯的回套 跌超過3% 跌7.6% 收費216.4% 不如先講中移動 今天就隨政 今天逆市來說 都是靠穩 收費82.15% 公司出了4月份的營運數據 3G的賞客量 有關安於放慢的情況出現 4月看到有231萬戶 是否3G客人開始被搶了 始終你見到聯通都開始用一個所謂減價優惠的措施 來針對一些內地低端的用戶的客戶群 這方面本身都是成為中移動一個比較多的客戶的主要來源 一旦如果你說聯通未來的時候 都仍然是用一個所謂減價戰的形式 來搶客的話 對於中移動在3G的上客量來說 都會有個明顯的影響 當然你說純粹看3G 中移動一定是比不上聯通方面的服務 又或者整體的手機產品的類型 中移動都是比較舒適一點 但是如果你說看回中移動未來的前景 都仍是有個所謂4G的概念 那說4G其實最快都有機會在今年的年底 或者到明年來講 都有機會可以推出一些終端產品 即是一些手機產品 當然你說未來連蘋果的iPhone 都有4G這個功能 以及能夠對應到中移動獨特的制式的話 我相信中移動的股價都未必會看得太差 那當然你說短期的3G上客量的放緩 對它的股價都可能會有些短暫性的壓力在這裏 但是當你說股價接下來是有機會落回80元左右的話 我都覺得其實都是一個挺好的機會 就給大家去到吸納 那我自己也都挺有信心 覺得它接下來中移動的4G真的推出了之後 它的股價是能夠可以上回90元甚至更加高的位置 好,謝謝 是中移動方面的分析 那之後跟你談來一隻藍籌 就是騰訊方面的消息 那一向都是在炒影子股的效應 Facebook方面 在上個星期上市都是遣收於招股價 38美元左右 那我問一下你 騰訊方面的股價今天會遠 跌成7.6 跌超過3%收市 你怎麼分析? 都是受到Facebook方面的拖累 因為始終當時大家都覺得Facebook 就算以一個上限定價都好 但是都認為它的股價在第一天 都應該會有兩成至三成的升幅 但是你見到Facebook的股價 就在早段高開了 或者升過超過一成之後 去到尾段的升幅是不斷受壓 去到最後都只是升大約1%收市 這方面的表現都說到給大家聽 就是之前查過Facebook的資金 都有機會是可能會做一個套演 甚至乎都可能現在要比較保守一點 當日都見到很多科網股都跌得比較厲害 同時都會令到騰訊的股價 都會出現一個比較大的回吐 當然你說Facebook這個因素 都是一個叫做另類的因素 如果你說長遠影響騰訊股價的走勢 最大原因都是看它將來推行新業務 或者在企業重組之後 究竟它主打哪方面的業務 而那些業務的表現是怎樣 才是關鍵的因素 我自己對於騰訊本身旗下手機的服務內容 又或者整體社交網站方面的發展 甚至是網上商貿方面的業務 都應該會做得不錯 所以如果騰訊股價下跌到210元左右 甚至乎下跌到200元邊的話 都可以吸納做一個中長線的投資 時間不多 跟進了一個板塊 就是鐵路相關的板塊 溫總方面亦都表示 支持民間的資本 可以放入鐵路相關的股份 在這個板塊你又如何分析 看到一眾基建股 包括中鐵、中鐵、藍車等等 今天都有一個明顯的跑贏大使 我自己覺得國內要推經濟 要穩經濟的話 基建都是一個首選 再加上銀行方面都會給2萬億的銀行貸款 給回鐵道寶 這方面我相信都會有利這個板塊的股份表現 好 跟進整個板的表現 看到今天中鐵建升了三毫子 升超過半成 收費5.9元 中交建升接近30% 收費6.69元 中國中鐵升9仙 而中國藍車升3毫7 升超過6% 收費5.79元 藍車時代升接近4% 收費19.74元 謝謝Jason和我們做全日總結這個環節 和你做回申報 剛剛談的股份你有沒有持有呢 沒有持有的 謝謝Jason 我們今天的直播時候又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明天再見